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错过了要等40年 所以今天蛮多我们的大朋友跟小朋友 一起来观测 看看金星 看看我们的月亮 他们的一个互动的一个状况 那也欢迎我们的乡亲 有机会真的多来了解一下 我们的这个星球 真的看一看真的会着迷 虽然感觉它是那么的遥远 但是看起来又是那么的清晰 那特别谢谢校长老师们 平时对于我们这些社团的一个支持 让孩子们能够多元的学习 这种天文的景象不太常见 对然后想说刚好有这个机会 所以呢就带他们一起来看 那刚好这边也有这个天文望远镜 对这个也是我们小朋友第一次 有机会看用这个天文望远镜 去看这样子的天文的景象 所以想说这个机会很难得 就带大家一起来这样子 彰化艺术高中国中部音乐班 同时在校内展艺馆 办理一场高水准的毕业音乐会 音响 让前来观看月眼金星的民众 同时拥有视觉与听觉的享受 今天是他们的这个音乐班 来做这个相关的一个展演 那除了谢谢校长老师们 他们的一个用心指导 让孩子们在这边 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照顾之外 那也让他们奠定人生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 音乐的一个这个基础 县政府这边也不断的不断的 在把我们的三级教育给建立起来 让我们优秀的孩子们 在这边都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发展 在这边也欢迎大家有机会 真的要多听听这些孩子们的表演 真的是非常棒 每个孩子都有他们的特色 有人可能是在学科倒下 有人可能在术科倒下 那我们这一群的孩子 是我们音乐班的孩子 他们不管用他的小提器 或是他自己想要的乐器 用音乐做一个无限的想象空间 来展演来表现 所以我们也欢迎鼓励大家 今天晚上能够来聆听 我们这场不同的一个艺术想念 彰化艺术高中与北斗国中南郭国小 是县内天文教育的标杆学校 24日这天同时举办月眼精心观测活动 期望学生们都能把握这次天文教育的机会 提升天文素养 拥有更开阔的视野 更勇于探索未知的世界 公益频道许为珍 彰化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